女子抛弃丈夫和孩子改嫁三次 如今前夫儿子去世 获赔三十五万 她立即赶来要求分钱 遭到拒绝后 直接跪地撒泼打鼓 对于自己是否有权利分赔偿款 李秀梅表示 虽然自己和前夫离婚了 并且自己还改嫁 但是儿子毕竟是自己生的 那笔赔偿款是儿子出车祸赔偿的 作为亲生母亲 自己有权分得一份 当前夫拒绝后 李秀梅又去法院起诉 并申请保全 将这笔赔偿款冻结了 然而前段时间自己去查的时候 发现这笔钱已经解冻 并且已经被取走了 对于这样的结果 李秀梅十分生气 在她看来 儿子是自己生的 自己就有其中的一份 然而当她独自上门 要求给个说法的时候 却遭到了前夫的谩骂 前夫甚至放出狠话 只要李秀梅再上门来 就别怪她不客气了 李秀梅害怕前夫真的在打自己 但是这笔钱 自己又不愿意放弃 此前想后 决定找到调解员 让调解员和自己一起去 前夫若是真的要动手 也有个劝一家人 李秀梅带着调解员 来到了前夫王建勋家 调解员发现屋内 还挂着儿子的照片 然而李秀梅却并没有进屋看 直接在屋外和王建勋吵了起来 要求王建勋将钱给自己 看到李秀梅这样的态度 王建勋气不得一处来 儿子离世 来了都没看儿子一眼 直接就弹钱 对此王建勋十分生气 并且指着李秀梅骂 说李秀梅根本不配做一个母亲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里面难道还有别的故事吗 王建勋说 很久以前 自己认识了丈夫去世的李秀梅 于是两人合计搭伙过日子 然而两人虽然是住在一起 但是并没有领证 李秀梅也带着自己三岁的儿子住了家 生活虽然平淡 但是还算过得去 两年后女儿出生了 王建勋觉得生活开始有叛途 于是更加努力工作 然而就在这时 李秀梅却开始嫌弃这样的家庭 觉得这个家庭太穷了 给不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于是就在出去打工的时候 李秀梅就和王建勋分手 无奈的王建勋只好回到家里 既当爹又当妈 苦心将两个孩子抚养长大 而李秀梅自从离开这个家之后 就没有再回来过 儿子和女儿对他早已没有任何印象 即使是儿子结婚的时候 李秀梅都没回来过 而前不久 儿子遭遇了车祸 不幸去世 赵世芳赔偿了三十五万元 而消失了近二十年的李秀梅 不知道从哪里得知了这个消息 赶紧赶回来 开口就要分这笔钱 这令王建勋十分生气 因为在李秀梅的脸上 看不出任何的悲伤 完全没有失去儿子的痛苦 而他的眼里只有钱 王建勋觉得李秀梅这样的女儿 真是枉为母亲 而这时 王建勋又对调解人说出了另外一件事 王建勋说 李秀梅改嫁了三次 每次都是嫌弃对方何求 而他好之懒做 从来没想过要靠自己的双手 却努力挣钱改变 只是寄希望于再次改嫁 能过上好日子 对此 李秀梅不管走到哪里 永远考虑的都是自己 到底过得好不好 从未想过孩子的感受 这么多年 对于自己的两个孩子 李秀梅从未尽过母亲的责任 不知道为何现在 有脸面上门来讨要这一钱 而对于王建勋的指控 李秀梅表示 一马归一马 让王建勋不要混为一谈 自己结过几次婚 和现在要分赔偿款 没有任何关系 自己作为儿子的母亲 有权利分走属于自己的那部分 但是现在前辈王建勋霸占了 自己肯定不会答应 眼见周围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大家也纷纷指责李秀梅 年轻时做得不对 没有人替他说一句话 李秀梅直接会在地上哭了起 看着正在哭闹的李秀梅 王建勋表示他都是装的 现在自己不想和他说话 也没有任何话想对他说 李秀梅哭了一会 周围却没有任何人 为他说一句好话 反而是在一旁看热闹 李秀梅也感到有点尴尬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这地地步了 他表示今天一定要把钱拿走 一位年纪大典的老大爷说 李秀梅这种人不值得同情 作为老鸣居 太清楚他的闺人了 如果他当初愿意留下来 和王建勋好好过日子 现在怎么会落得这个地步 如果他真的愿意踏实过日子 那么他的儿子也肯定不会出车祸 并且当初在赔偿的时候 这笔钱中有一大部分是 孙子的抚养费 还有部分是王建勋的养老金 而如果李秀梅现在如果愿意 回归家庭 一起把孙子带大 那么王建勋可以考虑 将自己的养老金 分一部分给他 然而现在看来 李秀梅根本不想回归这里 而是要从这里分钱走 他现在眼里只有钱 至于承担责任 他完全没有考虑 然而就当大家还在猜疑的时候 李秀梅却开口表示 只要把钱给他 他愿意回归这个家庭 李秀梅表示 只要王建勋把钱给自己 自己愿意回家 但是一码归一码 每个人各自保管自己的钱 不要困为一盘 李秀梅是真的想通了要回家 还是以此拿钱到管兵之际的 就在这时王建勋的女儿 给调解员打来了变化 说自己有事情 要跟调解员说 调解员找到了王建勋的女儿 于而告诉调解员 当初商谈这笔赔偿款的时候 绝大部分都是孩子的抚养费 而这笔钱 父亲已经在银行存了定期了 每年会从里面取出部分利息 这些利息就是侄子的学费和生活开支 父亲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 赚不来什么钱 侄子的一切开支 都是指望着这些利息 如果李秀梅要拿走这笔钱 那么侄子读书该怎么办 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办 除此之外 女儿还表示 哥哥出车祸和李秀梅脱不了干系 此前李秀梅经常打电话给哥哥 找哥哥要生活费 哥哥要是不给的话 换来的就是李秀梅的指责和谩骂 就在哥哥出事的那天早上 李秀梅还给哥哥打去电话要生活费 由于没要大 就在电话里骂了哥哥一顿 要多难听我多难听 后来哥哥就出事故了 哥哥出事故后 李秀梅没有任何的伤心 反而一副事故观景 高高挂起的样子 在妹妹看来 李秀梅要不是打电话去烦哥哥 哥哥也不会出事故 而现在李秀梅这么着急 要拿走这笔钱 女孩表示 肯定是母亲在外面欠下了债 现在债主都来讨债 她急需拿这笔钱去还债 很多人告诉自己 母亲在外大手大脚 有钱就没把钱当回事 自己又赚不来钱 所以就只好四处借钱 现在钱债的越来越多 靠她自己根本还不上 那么 女儿说的是真的吗 为了弄清真相 调解员来到了李秀梅赴住的地方 首先调解员询问了周围的邻居 邻居告诉调解员 李秀梅是住在这里 但是看样子生活过得并不好 很多时候 甚至连吃的都没有 有时候大家看不下去了 就会给她一些吃的 并且大家没听说过 她在哪有孩子 因为是独居老人 而李秀梅也承认 自己现在住的确实是差了 但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自己现在赚不来钱 只能租在最便宜的地方 并且自己现在也没生活费了 每天只能吃一些馒头和包子 之前儿子在世的时候 儿子还时不时给自己一些生活费 调解员询问 能否去她住的地方去看看 但是却遭到了李秀梅的拒绝 调解员也明白了 为何李秀梅现在一定要从王建勋那里 将钱拿走 为了要到钱 李秀梅带着调解员 再次来到了王建勋家里 但是此时王建勋不在家 王建勋的女儿看到母亲来了 没有什么好脸色 直接要将她赶走 对于李秀梅 她不想再见到她 为了给李秀梅的晚年一个依靠 调解员找到了村长 看村长能否做一个调解 让李秀梅回家照顾孙子 这样她就不用和王建勋分赔偿款了 然而李秀梅却表示不需要 这个家对自己来说没有值得留恋的地方 现在自己只关心能拿到多少钱 只要自己手里有钱 自己会好好安排自己的余生 李秀梅的话彻底激怒了王建勋 王建勋握紧拳头 准备朝李秀梅打去 在大家的劝说下 王建勋冷静了下来 王建勋表示 绝不允许李秀梅从自己这里分走前 这钱是孙子未来的依靠 李秀梅见王建勋的态度这么强硬 害怕王建勋再次爆发 于是善善地离开了这里 作为一个母亲 李秀梅几乎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自己的儿子离世 没有任何伤心 反而指望着儿子的赔偿款 这是孙子唯一的依靠 在她的眼里 亲情远没有钱可靠 关于这个故事 你们怎么看 欢迎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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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senal